近年来,中美两国的无人机被人们津津乐道 然而近期俄罗斯也来这一领域凑了个热闹 此外,从该消息的一条报道中 还牵扯出我国一款无人机的重要信息 据观察者网原影美国媒体报道称 1月23号,在一架俄罗斯的网站上 出现了一架由苏霍伊设计局研制的猎人币无人机的照片 据称,这是猎人币首飞载机 据相关介绍,这款隐身无人机采用的是AL31系列发动机 按照这一发动机的推力,其起飞重量可达20吨 与美国的X47B不相上下 此外,还指出一个更重要的细节 就是其发动机尾喷口 本来应该是按照喷口内脉来设计 实际上却呈现外露的形状 这一点同我国航空工业在2013年首飞的利剑无人机设计理念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分析称 当初我国利剑无人机就是使用带加力燃烧式的RD93发动机进行的试飞 随后,从近期航空工业的利剑无人机模型中透露出一个重要的变化 其尾喷口不再突出 这意味着,这款无人机已经换装新航达卧扇E3发动机 也就是说,俄罗斯的猎人币也会先使用先有带加力型的AL31 最考虑无家例型的AL31 与相关资料了解,我国利剑无人机还具有一个优势 就是它具有分布式系统和人工智能系统 这样的好处在于,不仅可以使其独立执行任务 而且还可以用于有人机和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有意思的是,最近在俄罗斯苏武器原型机首秀的时候 有人在其垂尾上发现了疑似猎人币无人机的图案 据分析称,这可能是在为这款无人机的有人机和无人机联合作战能力 做相关计时验证 不论是哪一点重要细节,似乎都表明猎人币在紧跟利剑的步伐 这也许意味着,俄罗斯人已经认可了中国无人机 要更先进,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而已